说起闽菜您是否感到有些陌生 但是一说到闽菜的代表菜佛跳墙 您是否就垂涎三指了 除了佛跳墙 闽菜还有很多适合家庭制作的家常菜 您想学学吗 本期健康新时代 特别邀请来自福建的陈大厨 教给您做正宗名菜 沙茶牛肉是您不得不学的传统名菜 牛肉经过上煎后特别滑嫩 再加入沙茶酱炒至入味 牛肉中带着海鲜的滋味 绝对是您从没尝过的好味道 牛肉滑油后 剩下的油应该怎么使用 营养师顾老师告诉您既安全又省油的好方法 软溜草鱼是您绝对不可错过的好菜 用软溜的方法处理草鱼 即便是没有上浆 也可以使草鱼肉软嫩无比 而且没有一丝土腥味 这最后的烧汁可是敏菜的特色 汤汁浓厚 酸甜适口 和带有清甜味道的草鱼 那可是绝配 你想在家就吃到正宗敏菜吗 请锁定本期的健康新时代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来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今天给您请来一位大厨 叫你烹的是敏菜 说起敏菜我们大家认识它 都是从这个佛跳墙认识它的 不过说实话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中 尤其是北方的餐桌中 很少出现敏菜 我们出去上饭馆里面吃饭呢 也不知道这敏菜 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那今天请来一位大厨 教你在家里面怎么做好吃的敏菜 这位大厨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中国发展大师陈奇陈大厨 欢迎你陈厨 老朋友又重新做客节目了 带来的是您的家乡菜 您是福建哪里人 我是福州人 你看今天这个菜不可能不正宗 福州人教你做正宗地道的敏菜 那么关于敏菜我们该怎么吃呢 它有什么样的营养特质呢 给您请来一位营养健康老师 我们的顾平顾老师 主持人一吃顾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顾老师以前的饭店中 点没点过敏菜 很少点 因为我对敏菜的了解呢 也是非常非常少 只是感觉那个菜呢 好像比较清淡一些 然后呢 跟咱们北方人这种重味的 这个味道啊 有点不太相同 其实正因为清淡 我们也看到陈大厨的身材 跟其他大厨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比较清淡 比较清淡一点 长得不温不火的 是 没错 我是长着急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咱们敏菜再来两道 第一道是什么名字 第一个是这个叫做沙茶牛肉 沙茶牛肉 敏南人最喜欢的家常菜之一 牛肉滑嫩 紫味十足 特别要介绍给您的是沙茶酱 这种酱是潮汕南地区 做菜吃火锅常用的调味料 主要用鱼干和虾米 与大量香料炒制而成 沙茶酱口味特别 鲜味十足 在家做肉类海鲜类食材时 您不妨用上点沙茶酱 绝对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好滋味 沙茶牛肉 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你说沙茶酱 我就觉得好像广东啊 福建一带很经常用到 那今天和牛肉一起来配 这个牛肉用什么地方的牛肉 牛里脊 我们还是最主要这个沙茶牛肉 还是要牛肉有种润黄的感觉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等一下还要制作 上浆了滑油了 这道程序是必不可免的 没错 最主要是还是一点 就是说你要吃到这个沙茶酱的味道 哎 先给它改刀 嗯 好嘞 我们先把牛肉切成片 牛纤维是比较细长的 我们看到长长的一个牛纤维 没错 咱那个切的片是薄片还是厚片 啊薄片 薄片 就这样 就这样切成一片一片就可以了 其实大厨你看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沙茶牛肉 这道菜在福建人生活中是一道能上宴会的菜 还是一道家常小菜 嗯 应该是最早还是属于那种家常菜 嗯 家常菜 沙茶家是闽南那边应该吃的比较多一点 跟我们福州可能还有一点区别 但是后来就是说这个整个在福建都吃的非常多 你看今天给陈楚请来就对了 北方人的家庭中呢可能还没吃过沙茶牛肉 那么陈楚今天一点点教你做 要说起牛肉 很多燃料学家都告诉我们说 你宁可吃牛肉 也不要吃猪肉 对 说好像是这个猪肉会让人胖一点 对 它比较肥 你像比起来我们猪肉里面的脂肪很多的 吃起来口感好 炒出菜来比较香 香 不论是瘦肉还是肥肉 这个猪肉当中脂肪含量都不少 那么你要牛肉跟它相比 它就是比较紧凑一些 蛋白质高 高蛋白低脂肪 那么怎么打比方呢 牛肉当中的脂肪45% 猪肉就30% 同样是瘦肉 你看差好多的 差好多 这个脂肪我们知道吃起来很痒人的 所以就容易胖 一般像我们讲的 如果生长发育当中的孩子 你最近觉得他 哎呀 体重啊 身高 想让他长得高一点 吃牛肉 如果最近想让他聪明一点 吃猪肉 那今天啊 搭配沙场牛肉里面的 牛肉的一种蔬菜呢 是 芥兰 对 芥兰在福建菜中 经常会用到吗 是是是 这应该是属于广东的芥兰 广东的芥兰 还是不一样 我们的芥兰菜呢 比较小一些 就是说叶子比较多一些 而且我们吃的话 是带着叶子一块炒 你炒这个沙场牛肉的时候 你带着这个芥兰叶子吃 非常好吃 就完全叶子 不同于芥兰菜 不同于芥兰菜的 完全不同于芥兰菜的 首先这个芥兰菜 我们要把它去掉这些叶子 然后呢 你在家里拿刮皮刀给它一刮 把这个皮因为比较老 皮不能吃 嗯 要刮皮 是 它可能是感觉吃起来有筋 对 比如说你把它刮掉 就可以了 轻轻的一刮 刮完之后就是 噔噔噔噔噔 这样子了 就是这样子 把绿色的膜去掉 变成这个浅绿色的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这样小皮 稍微一修饰 就是跟牛肉一样 你在家里的话可能不需要修饰 嗯 咱怎么样都可以吃 是不是 没有边角料 但是可能是我这个是习惯性动作 在酒店里做 会把这个皮稍微一修它 那其实说起这个食材 嗯 老师告诉我们 它有没有一些自身的营养特点 嗯 一介兰呢 一般咱们为什么北方人不爱吃 它苦 有那么一个 有点不畏苦的味道 其实苦味的菜呢 是很好的 嗯 现在我们发现 只要是带苦味的菜 基本上都是防癌 嗯 防癌的 那么不仅防癌呢 同时呢 苦味在于咱们 比如说像比较燥热的环境下吃呢 它可以轻火败火的 对 对你像我们夏天很愿意吃它 没错 快败火的菜 就像苦瓜 是一个道理的 一个道理的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要给点牛肉啊 先简单腌一下它 对对对 加点料酒 料酒 稍微来点盐加加底味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点点一点一点 好 然后呢 我们打一个鸡蛋 嗯 然后稍微加点蛋清 其实大厨每次啊 我看您操作的时候 都是蛋清蛋黄 有的时候不是同时用的 是是是 您可以告诉我们 这时候上江 为什么只用蛋清吗 首先是蛋清呢 加进去的话 它是使这个牛肉 它实际打它 抓它 嗯 能够让它更加牛肉 口感更加润滑一些 哦 它可以分解牛肉里面的 这种啊 对上进 上进 就是我们就是普通话 讲上进 就是这么讲 你去试一下 这个做出来 腌制出来的 这个不管你是猪肉了 牛肉了 口感肯定会比你这个 只用普通淀粉来做出来的 口感要好得多 就是要嫩很多 要嫩很多 好在家里面这招要幸会了 我们先把这个芥兰的焯一下水 对 其实这个芥兰焯水的目的 轻轻的焯水一下 去除一下苦味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白糖 白糖 因为毕竟那个芥兰啊 你不要处理不好 它那个苦的味道 对 嗯 还有苦头的 特别是苦的 哎 对 会不喜欢 嗯 然后我这边的这个 还有稍微加点淀粉 淀粉 嗯 这是加淀粉的主要目的是 加淀粉呢 它就是说它炒出来的时候 这个牛肉滑油出来的时候 牛肉表皮不会那么干 它比较嫩滑 哦 就是说 淀粉它能够保持 保持锁住里面的水分 保持水分就不出来了 你要滑油一会儿 所以用淀粉来 对对对 当一个保护膜一样 对 包住牛肉 嗯 是不是这样的燃养物质 也不会流失 对 有燃物质也能流失的少一点 因为由于高温的话呢 牛肉当中的水分啊 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就出来了 我们用淀粉啊 用蛋清都把它裹住了 这样的这个肉也嫩 嗯 嗯你像一般在家里做肉 我们有的时候未必都能吃到鲜肉 比如说从这个冰箱拿出来的肉 冷冻肉呢 最好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上一点淀粉 水淀粉 上一点点蛋清 这样做出来的肉呢 味道比较好嫩 最主要好消化 它有助于分解里面的蛋白质 就是老人啊 它消化就比较好 这边寿华街 我们的芥兰的已经焯好水了 给它一个一个的取出来 现在南方好多地方 是不是也晒这个芥兰的干是不是 对 晒那种干 那个晒这个干的话 一般都是因为刚才那个 讲的那个芥菜 芥菜 芥菜晒这个干比较多一点啊 好嘞 咱锅中来的油准备开始滑油了 今天用的油呢是健康鲜二代的 给您重磅推荐的 胡锡花骨发小的花生油 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因为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非常适合家庭丰盛 希望你在家里面试一试 好这边滑油的量不用太多 油不用太多 在家里的话我也会准备上一锅油放的 有的时候滑油了 或者炸东西了 然后再把它再倒回去 您可以接着反复使用 你每次做这个油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有剩油 有的剩油呢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要记住 每次再烹饪的时候要添加新油 每次添加新油 对 因为反复油炸呢 它会形成多具体 如果你在添加新油的时候 它就顶多形成二具体了 这样的越长链的 这个致癌物越多嘛 所以我们就添加新油是一个办法 添加新油 每次少放一点 因为用的时候还会用一些嘛 对 好滑油的时候是在油温什么程度的时候 油温一般就是三层热的时候 那就是说还没怎么热 对 那三层热就是说 我感觉您好像刚把油放进去 刚把油放进去 没多久 然后就可以 但滑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一开始你把这个放进去的时候 先不要动它 稍微冷它 稍微这样动动 动动的时候 等着表面凝固的时候 稍微有点感觉熟的时候 您可以稍微稍微动一下 要不然的话 它这个淀粉啊 全部都脱落了 你要是一开始动它的话 使劲搅它的话 就全部脱落了 听到没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这种烹饪技巧 没错没错 这时候我们滑油的时候 这个火要 火要用小火 火要用小火 小火来滑油 好嘞 咱滑油不用等它全成熟是不是 不用全熟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炒制它 简单滑一下 就是先过下油的感觉 对对 好现在我们的牛肉已经滑好油了 接下来呢 开始正式的烹调它 来一点油 就是咱要润一下锅嘛 再热一下锅 热一下锅的话 这样炒出来 就不会粘锅 好记住 要提前的把锅润一下 这个是切好了葱姜蒜 这时候我发现你的底油没用太多 油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先把葱姜蒜炒香了它 其实这个沙大酱啊 在这个广东菜 包括翻炭菜中常用 它这个是用什么做出来的 您知道吗 它最主要还是有一些什么大地鱼 或者干贝 或者一些复合的调味料 然后来做出来的 就是还是主要是用一些海鲜之类的 海鲜之类的 您在家里炒的话 您可以第一次做的话 你可以先少放一点沙大酱 你来感受一下这个沙大酱的味道 到底有多浓有多厚 我发现您今天用了半汤匙吧 左右 半汤匙多一点 对因为我们这个原料 然后呢 您喷一下料酒 喷一下料酒 对喷一下料酒 那再炒一下 把它炒香了 然后呢 先炒芥兰 对 然后把我们的芥兰放进去 可这时候我们不先炒牛肉 不担心这个芥兰炒老吗 不会 芥兰因为刚才稍微穿了一下 不会说很老 好 这时候要加点汤 稍微加点水 一点点 稍微来一点就可以了 一点点 这时候呢 让它稍微味着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来调料 嗯 加点生抽 生抽来一点点 嗯 好 像点颜色 嗯 来点白糖 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我还以为您这道菜 这道快炒菜 这么说这道菜再一点点 就是烧得很满 来点鸡粉 其实是主要是为了把这个 也算是快炒的菜 我们在家里做的话 就主要是为了把这个芥兰 稍微给它烧一下 有味道一点 有点滋味 这个是我我我这种感觉的 这种经验来看 ok ok 就是说你用这一点点汤水呢 使这个汤底的味道 沙茶酱的味道 甚至要进来里面去 对对对 好 来一点牛肉下去 一道家庭小菜就是 对 翻一翻它 这种炒它的时候 是用大火还是小火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要首先要感觉一下 这个菜其实颜色应该稍微重一点 如果说你感觉生抽的话 颜色太淡的话 你可以来一点点老抽 老抽就是上一次上的比较 但你不能用太多 不能太多 这是愿来上色愿的 对 而且是一道炒菜 您不能弄得太浓油酱翅了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了 ok 然后稍微抵点明油 一炒它 然后再来点油 好嘞 准备好一个盘子 我们今天的沙茶牛肉 第一道米菜 正式的出锅 来自于陈大厨 我们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味 是 我觉得还有一点沙茶酱的味道 好像 这个沙茶酱还是有一种什么 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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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鲜 对 它就是鲜美 而且有点这个好像就是海里面那种鱼腥啊 带着那种鱼味 就是海浪骑过来了 对 又一次骑过来了 对对对 好嘞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其实这个牛肉呢吃起来的时候不像我们经常吃的那种牛肉 纤维那么粗糙 反而是嫩嫩的 而是在每一个纤维中我们依旧能体会到那种沙茶酱的那种沙茶本身的味道 对 可不可以咱们做这道牛肉的时候用水滑呢 但是水的这种感觉可能跟这个油的感觉是截然 稍微有点 有点 因为水滑出来以后感觉有点黏 有点黏 但是你就要处理得好 比如说你这个水要框 就是水要多 水要多 水温不要太高 水温其实刚刚开始烧沸的时候 你看开锅了 你会倒一点小水进去 倒一小勺水进去 那它就是刚刚沸的时候 然后你把这个肉啊 上将一定要上的粉正正好 然后轻轻地放进去 放进去也是这样不能动 等着 等着这个它开始表面上开始已经凝固的时候 你请用筷子嚼着它 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以后还有一点 你用冷水赶紧过凉一下 过凉了 对定型 它会口感更好 口感更好 没错 其实这道菜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要给它提前上浆 才能出来这个肉这么嫩 那么今天陈厨呢 一口气带来两道米菜 第二道呢也是您的家乡菜 什么名字大叔 第二道菜叫软溜炒鱼 那么炒鱼呢 我们北方的餐桌上经常出现 可是软溜这种碰到方式 我们很少遇到 该怎么软溜呢 一会儿陈厨就告诉你 接下来陈大厨要带给您 传统米菜软溜炒鱼 草鱼的做法与平时有所不同 鱼肉无需上香 但是却能保持软嫩的好口感 你想知道大厨是怎么做的吗 最后的浇汁是这道菜的关键 浓厚酸甜的口味 特别符合草鱼清甜的味道 让人食欲大开 想学会这道软溜草鱼吗 不要走开 答案马上揭晓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 在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教你烹敏菜 给您请来一位正宗地道的敏菜大厨 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烹饭大师 陈其陈大厨又来了 再一次欢迎你 这次欢迎你的同时 也欢迎你的第二道菜 也是米菜 我和顾老师一起来享受它 对 先告诉我们名字吧 叫软溜草鱼 软溜草鱼 草鱼 眼前摆着的这一条 可是软溜是一种特有的米菜烹调方法吗 是 这个也是一种烹调方法 有什么炸溜 什么滑溜的 什么各种各样的溜法 我们这个叫软溜草鱼 软溜草鱼 现在就这样做 先把这个草鱼 这个我们是买回来炒鱼 窄杀干净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头去掉 不要用头 不要用头 我们要绝对是鱼片还是说 怎样 是鱼肉 全部是鱼肉那种 这个其实的话 在我们这边 这个菜可以做两次 边做边的 然后再把鱼 身上 能做两种不同的菜 看着大厨 这第一种怎么做 先把鱼肉片下来 先把鱼肉 用抹布片着它 用抹布抓着它 首先它不会滑 免得你等一下误伤了自责的手 没错 你片鱼肉的时候 我感觉细从进来 这个非常容易片 还是说有第一种 很容易 你只要顶着骨头切就可以了 非常好片 中间这个大骨 对 OK 然后这边是一半下来了 然后我们来做另一半 好 也是吧 也是这样子 下来一刀 然后就这样片下来 对 很简单了 非常简单 我觉得在家里做这道菜的时候 就怕这个片鱼肉 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因为就觉得好像是摸起来 特别黄 用个抹布顶住了 你用个抹布抓着它 对 就非常简单 然后劈开 你看 这个就OK了 其实我觉得剩下来这个骨头 还有这个鱼尾 咱不能浪费的 对 剩下鱼尾 我们福州有一种这种非常 特别一种叫笋丝 嗯 笋丝 就是用笋 发酵 嗯 然后就是出来的 我们酸酸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开胃 很棒 真的很棒 但是只能谈谈我们 这道菜还是要落在实处 因为在我们北方 想吃米菜 这道菜完全OK 准备好草鱼就可以了 对 准备好草鱼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鱼鱼 鱼籃这部分的鱼骨头 也给它片下来 就是说这个黑膜位置 是不是 不 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洗的 你要做这个鱼骨头中间的时候 我们洗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黑膜已经去了 因为今天我们不做这个汤 我们先往旁边一放 好 我们给它再片下来 把这些大鱼刺也给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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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小心操作这个过程的时候 您在家里的话 您可以怎么样做您都可以 感觉就是把这个骨头片下来 就是把这种取下来 大块的鱼刺 带着皮 然后就这样是两块 两大块 首先我们是这样子 改一下刀 这是中间轻轻的划一刀 再划一刀 再划一刀的时候 我们把它切下来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鱼片 大的鱼块 鱼块了 这是鱼块 这是夹刀的 中间先改一刀 你然后隔着这样子 差不多能有两公分左右 你再隔一刀 就是这样子的话 它中间的鱼肉 比较容易熟 我们这个叫暖溜 就是这个鱼肉 鱼非常暖 非常润 它不像说经过炸了 或者经过这样子 或者说煎了 这样才做出来 那么粗 这边咱们把这个粉丝提前泡好了 这是提前泡好的粉丝 咱在家里做 其实做粉丝的话 最好都要用冷水先泡一下 对 把它发炸 蘸黄以后 然后再用热水烫 用热水烫一下 热水烫一烫 其实你不用粉丝在家里 你可以用点什么这种面条 意大利面 或者说普通的那种 但不要用挂面 或者方便面那种面 有筋道的 有筋道的面条 你可以烫一下 包括芋头粉丝 我们是把这个 就是说这个粉丝 垫在这个鱼的下面 是起到这个左右 我们是最后在底部 就是在底部 然后洗鱼汤的 让鱼汤的滋味 今天这道菜的主料是草鱼 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其实说这个草鱼 老师我想问一下 它有没有一些 自身的营养特点 鱼呢 它都是一个 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但是咱们草鱼呢 它里面也是 富含有维生素A的 那么所以呢 吃了以后也是能够促进消化 促进人体的生长代谢 促进翻育的 所以呢 一般我像不见人 选择这几种食材呢 都对他们的这个 跟他们的消化吸收的特点 我觉得有联系 草鱼就是一个好吸收的 草鱼就是一个好吸收的 所以他今天选的几个呢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 尤其是胃口不好的老人和孩子 粉丝烫一烫就可以了 粉丝烫一烫就可以了 粉丝烫好了 好 我们直接放在盘子底部来垫 对对对 好 粉丝如果说你感觉太长的话 你可以在家里稍微剪一下 要不然的话 等一下加起来的话 可能会感觉比较费事 看我的粉丝呢 看上去更晶莹剔透了 看到没 好像都发着光一样 放在一边 这时候呢 我们往这个汤里面加点料酒 那我们要用那个汤吗 一会儿 一会儿要用 不用这个汤 不 现在就是汤里面放点料酒 然后放上两个小葱 小葱 嗯 再次呢 我们切两片姜片 来点姜片 好 放里面煮一会儿 然后呢 我们再焦味加点盐 来点盐 我们现在整体给这个汤调味 我们要做什么 汤调味来喂这个炒鱼 我们要把一块的炒鱼肉放里面去煨它 对对对 哎呦 原来就用这个汤就可以了 其实你可以就是这么讲 拿一个盆 把这个炒鱼放在盆里面 干净的盆 这个水烧开了以后 你倒到里面去盖上盖子 这样也非常方便 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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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感觉就是说 你可以这样子 先拿出一块鱼肉 感觉熟不熟 不熟的话 把这水倒出来 嗯 再烧开 再灌进去 可能一分钟就ok了 把这个火 关小了它 好 要小火的 对稍微加一点点水 就是水沸了之后呢 再来一点点水 对 不要让它烧开 不要让它烧开 就时钟宝是在70度左右 不不止70度 这会得烧水烧开是100度 100度 对 这个大概在95度 90到95度 宁静沸腾的这个度数 然后再把鱼片放进去 对对对 就有点像我们下饺子的时候 打了一点水一样的 没错没错 就是不让它冒泡了 其实要说起今天做草鱼 我觉得之前没有烟 还算是咱们北方人不太习惯的 但北方一边做草鱼 就会提前把它烟一烟 对对对 抓一抓 嗯 而这道菜不需要了 也可以 你如果感觉太腥的话 你可以先腌一下 我们要浸多久 这时候我们的火已经停了 火已经停了 一般的话浸它两分钟 然后我们稍微滴点油 今天面的油也是建议新生代给您 我推荐的就是青岛湖姬花的古法小辣花生油 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非常适合家庭烹饪 好 来一点底油 然后葱姜蒜 先把葱姜蒜给炒香 好 我们那边做菜有个特点 喜欢用料酒烹香 我们一般用老酒 嗯 我们感觉料酒后放 都是先放 先放 就是现在锅就有油的时候 把它吸出来味道 喷 然后您现在来一点汁 来点水 或者家里有什么高汤呢 什么骨头汤呢 都可以 然后来点酱油 来点酱油 一点盐 盐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 因为是糖醋的嘛 糖醋有这么多白糖 一般情况下 偏酸还是偏甜 这还是根据您口语 如果您想是正常的话 一般就是放多少糖 您放多少白醋 放多少醋 糖和醋的比例是一比一的 煮熟了 把我们这个红辣椒 花辣椒最后方的 因为早放进去的话 可能会煮的 不好看 那个颜色就不好看了 不脆 对对对 然后勾点水淀粉 来的水淀粉淋上去 打芡 你看这就是真真正正的 我们想要的那种吃 非常浊的 然后非常厚实的感觉 这时候呢 把火关小了 我们勾水淀粉的时候 火力是不用管它的 是吧 对火不用管它 勾完以后 你可以把它打小了它 你看 你看就这样 然后这个的时候呢 感觉颜色不够 我们再低点老抽 最后来 我们再放一点点老抽下去 最后来调色 现在就变得非常红的 然后呢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 放点胡椒粉 您可以多放点胡椒粉 为什么呢 胡椒粉能够去这个腥味 因为吃鱼嘛 你可以在刚才这个汤里面呢 也可以加一点 然后在那边呢 再把它泡了两分钟左右的鱼 给它取出来 对 取炒鱼的时候 一定千万要注意一点 轻一点 不然的话它都会碎了 如果说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稍微用筷子试一下 感觉一下 熟不熟 轻轻的 轻轻的穿透了 就说明说是熟了 好嘞 您看到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鱼片呢 都捞上来了 而且铺在我们的粉丝上面 现在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芡汁呢 淋在刚才呢 软流过的鱼片上面 这是给鱼呢 上滋味的过程 是 想想这种酸酸甜甜的汁 肯定很好吃 想想啊 这个鱼呢 这么清淡也没经过油炸 也没经过煎的方式 营养都在里面 吃的时候呢 不仅能瘦身 而且还是有营养的 比较有营养的 我们今天这个汁 稍微可能有点少 可以多做一点汁 您可以来拌这个面条 或者拌这个粉丝来吃 拌粉丝 没错 刚才大嘴这么一闻呢 恍惚之间闻到了一点点 泡椒的味道 估计是这个酸酸甜甜的汁 而且辣椒完美的融合出来的感觉 那吃在鱼肉上面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 我们下个一起来炒一炒 感觉这个鱼肉怎么样 非常嫩 而且没有土腥味了 酸酸的甜甜的 而且你乍一看呢 你看不出来 它这个味道是作为甜的那种 这当它吃起来真的是好 甜味还是主要的一个味道 其后是一种酸酸的 然后整个是一种比较复合的感觉 对 它这个为什么这个鱼肉啊 本身它这个巨大土腥味的炒面 非常清甜 没错 而且你又用这个开水做出来的 它没有任何就是炸过了 或者说 你现在我们吃那种水煮鱼 或沸腾鱼那种麻辣的口味 没错没错 没错 你知道后面能够吃到这个鱼肉 本身的这种清甜的感觉 有一点点甜味 没错 鱼肉本身是甜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粉色在里面 吸的汤汁应该也不错 挺好吃的 你可以试一下 在家里放个面条做 更好吃 蛮好吃的 这个面条就很好吃 总是今天做这个菜呢 是很符合面菜风格的 我觉得在北方的餐桌呢 可以小小的试一下它 其实 毕竟 米菜我们介绍的比较少 而如果说你在家里面 自己会做米菜 也算是自己的餐桌中 多了一点点新的菜肴 也是挺棒的 那今天又感谢我们的大厨 请大厨做个节目 谢谢您 陈竹谢谢 也希望您经常光临我们的节目 也要感谢郭老师 感谢盛司的竹贵 感谢这门卡的宝桃锅 感谢秀者庄严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美商 青岛胡锡花 咕发小炸花生油 对本节目的大理知识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见个新人蛋 大厨烹小菜 不见不散 拜拜